人生应该是一场奇幻而又充满惊喜的旅程 从小在黄尘根脚下长大的我 却独自背起行囊远赴他乡 开始了四年的求学之路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背景离乡 我只回答他们我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第一次接触舞蹈既害怕又笑了 我恐惧那些近乎残酷的基本功 但同时又向往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 做出的优美且难度极高的舞蹈动作 每每看到他们都仿佛是在舞台上舞动的天使一般 闪闪发光 最终我的向往战胜了恐惧 于是我便踏上了舞蹈这条路 进入大学后 我加入了校大一团 伸受老师的器重 并担负起了团长一职的重任 在操场练功 在舞房起舞 身上的衣服不知被浸湿了多少次 腿脚的伤痛也早习以为常 那段日子过得很苦很累 滴落在地板的水珠 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和付出 终于 舞蹈队的第一支舞成型了 如今的艺术团成熟了许多 分工明确 人数也已达百人之多 这一切增强了我的信心 给予我坚持走下去的勇气 舞蹈给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坚持 未来的路很长 在这条路上 我知道自己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我不会奢望要成为那最耀眼的一颗星 但我要做那个最勇于展现自我的人 从中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我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事情